还在马来亚医保那读小学的时候 王公武就听过什么三民主义这种口号 民族民权啊民生啊 但是他对内涵了解的非常有限 因为在这个多元的马来亚这个殖民地这个环境当中 华人社区确实你是可以表达你自己的爱活心的 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呀 但是啊你不能够公然的去参加反对英国的一些那种政治活动的 因为这样啊 所以呢你能看见啊 尽管孙中山的那个像到处都挂着 而且你也能看见那个中国的国籍啊到处飘扬 但是在这里边提倡什么民族主义 因为三民主义里边第一个就是民族主义 这个宗旨是被小心翼翼的淡化的 特殊场合啊是可以允许你唱什么国歌啊 尽管当时的国歌开宗名义也是要肯定三民主义的 但是呢英国人并没有特别的管 王跟我在怡保的时候认识的那些年轻的华人对三民主义可熟悉了 但是跟中国啊也完全不同 他们在怡保啊是关于这个三民主义是在课堂上是不教的 所以在马来亚你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关于三民主义的一个出版物 他念中大前啊是一 这这这这种内容一点都不知道 甚至他都怀疑他自己的父母都没读过三民主义这本书 等他们到了大一啊必须的三民主义是必上课呀必修课呀 哎他呢就当时老师就要求了没人得买一本 于是他就买了一本 这是他大概啊 因为一般都是学校发的嘛 这个是必须自己买的花钱 大概是他买的第二本教科书 其他的书啊 因为不是就学校不发的 都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去买的 你像那个什么中国通史啊 那种啊一读起来对他来说都苦堪言 所以那本书最后他都没读完 而他确实把这个三民主义 当然不是全部读完啊 是老师给他推荐的一些章节他真的都读了 他也记不得这本书啊 究竟哪儿那么吸引人注意了 或者说引人入胜了 也许啊可能是因为孙中山言辞的批评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的 对中国的伤害 其实在王公武本人来说啊 他对大英帝国是完全没有那种敌意的 尤其在政治上他是没敌意的 他只是觉得呢 过去在学校啊那教科书里讲的那些英国在全球的那些丰功伟绩啊 跟自己无关 但是他没觉得这个英帝国有多么的坏 不过啊他也知道这个西方帝国的这个竞争 在孙中山关注的 十九世纪晚期啊 他认为呢就是确实侵害到了亚洲啊 非洲这些老百姓和政治体制的 他当然十分好奇啊 在这个截然不同的中国民族主义的这视角 是怎么看这个英国的作为的 王公武是可以理解啊 为什么国民党后来在马来亚遭禁呢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三民主义里的第一条民族主义 所以当地的那些华文学校啊 也都不教三民主义 等他到了这个大学啊 他发现一个挺奇怪的现象 就是中大的那些学生都拒绝读这本书 甚至啊就不光不读 还批判这个国民政府 觉得啊这三民主义就是一个政治宣传 老师的上课方式啊 的确特别像那种 就是要把官方的那种思想信仰啊 直接给给你洗脑吧 而且啊您能看得出来 他对这个政治任务啊 一点都不热衷 哎就是应付差事你知道吗 那些政治教官好像都都这样 就过去了 到了学年的末 考试啊 好像也都是应付差事似的 反正就是最后全班都及格 那王庚武对他读的东西啊 其实还是十分着迷的 其他的那些同学啊 都是通过成长的这个过程和经历啊 他们也进行一些激烈的政治辩论 比如说大概啊 倾向比如说支持国民党啊 还是支持共产党啊 或者支持这个西方的这个殖民主义的 反正啊就是要么就变得愤世忌俗 莫不关心了 我不变了 不变了 莫不过谈国事 但是王庚武跟这些人完全不同 他对政治啊 尤其是中国政治 简直就属于天真无知 所以孙中山的这些思想啊 这些主义啊 他听得真是耳目一心 觉得哇 强烈的冲击 大概啊 他认为 大一 所有学业里 这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一个新的知识的获得 也说不上多喜欢三民主义这课吧 因为在这个一学期啊 他学到了无数的关于中国文学啊 英国文学啊 那读起来肯定要比这三民主义有趣的多了 不过后来啊 他真的发觉了 马来亚的教育里边 确实缺乏政治 这一套的那个政治辞令 所以 一听到三民主义那种论点啊 那么的铿锵有力啊 你因为在这个殖民主义 他不给你强调政治啊 大家也不聊这个啊 这些口号什么那种山动山行的东西都没有啊 应该说啊 经过多年 以后他才终于具备了足够的知识 去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被孙中山的这些东西给吸引了 而有些人呢 却完全的 无动于衷 觉得你他妈就是宣传胡说八道 根本没法实现 你自己也没那么做 孙中山啊 确实吸引到了海外华人对他的关注 一个是呢 他本身就有华侨的背景 在夏威夷啊 香港啊 都读过书嘛 而且呢 在新加坡呀 槟城啊 都挺活跃的 记得啊 有人听说过 说他因为演讲嘛 鼓吹革命 还被英国人直接说 你赶紧 给我离开这个槟城 尽管如此啊 王耕武从来不认识 有谁真正的 好好的读过三民主义 或者呢 听谁讨论讨论 这三民主义 孙中山 说的这些 那个三民主义的这本书的内容 于是啊 他等于就是一个白纸一般的 接触到了民族主义 应该说啊 三民主义 确实算是恢复 中国人民自信心的一个基石 读孙中山啊 但是并没有让王耕武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 不过啊 他确实让他更了解了中国的现代史是怎么进程的 因为这个在三民主义这本书第二部分啊 有一个六讲 这里边呢 孙中山就谈到了这个民权主义这个问题 相当于就说民权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民主 他论述到欧美的民主义的时候啊 那个思路啊 让王耕武 觉得难以理解 尤其是什么对自由啊 平等啊 这种真正的意义的解释啊 听不懂 听不懂 反正是不太容易被吸收 不过啊 有两个论点是 大概就是他因为有矛盾嘛 包括孙中山自己可能都没理解 当然他认为的就是 想实现民主就得先独裁 高度的独裁 我才能实现将来的民主 这是他的后来的他自己 给他自己后来他做的所作所为啊 作为的一个解释吧 反正啊王耕武有两个论点 是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 一个是中国人不应该模仿西方 纯模仿 这在中国毫无意义 另外一个 中国人其实不缺自由 恰恰相反 是中国人太自由了 因此啊 他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 更有组织 更有纪律性的一个组织 把这个民族啊团结起来 要不然的话 这个中华民族根本就不可能团结一致 去一块儿抵御外国去 那这这也是我们要换代换的秦了 换谁来 我都是在我的江山里 种地交税 对我一点点影响都没有 也没给我带什么好处 所以你拿这些东西啊 忽悠中国人 真的确实不太容易 反正啊 在王庚武觉得呢 这样的想法啊 确实显得过于的浮浅和简化 所以等他读到这一篇的时候啊 就再没兴趣往下读了 再加上第三部分啊 就讲民生这个地方 这四讲里啊 其实是并不完整的 因为孙中山还没来得及 全部讲完呢就死了 让王庚武感兴趣的是 孙中山是如何去区别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 尤其是他为何认为 这些现在特别流行的啊 意识形态 没一个适合解决中国的农业经济这个问题的 孙中山显然啊 对这个土地利用啊 土地所有权啊 这些议题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当然他也关心中国农民的困境的啊 老师呢 其实是在这个民生这一部分 动流了很久很久 他特别想强调啊 其实你看我们的国父啊 是特别特别的真心的 想为农民穷人找到解决办法的 而且呢不希望打内战 去消耗他们的 内战最终会摧毁中国的 当然他这么强调也是为了这个国民政府啊 因为他是这个来为国民政府宣传的嘛 关于这一点啊 其实当时班上有很多的同学反应是非常敏捷的 直接就说 对 挨饿的农民是内战中最大的受害者 因此啊 其实王跟武偶尔也会被提醒 就是在精英里面 就是在精英里面 你看这些年轻的学子 其实他们也并不是说啊 全部认同 当然呢 也不是全部的不认同 现在的统治政府的思想或者是他的目标的 也都觉得呢 哎可以为之努力 记得引起大家不满的啊 有一个源头是当时推荐了 有两本就是叫什么辅助读物吧 都是可以随便拿啊 就是免费 免费领 王公武呢 那肯定既然免费嘛 就都拿来看看 到底这本 这两本跟这个我学的这三民主义有什么关系啊 他就感兴趣吧 一本呢 就是这个陈立夫的生之原理 而另一本呢 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陈立夫啊 是教育部长 完了呢 蒋介石的亲信 这两本书啊 都是在战争期间出版的 当时陈立夫是教育部长嘛 蒋介石那时候呢 是短暂的在43年44年的时候 任过这个中大的名誉校长 所以许多的同学啊 直接就反对读这两本书 弄得这个老师啊 就是那好好好 这样子 这两本书啊 我不列入考试的范围 你们总可以零零去看看吧 生之原理啊 是 当然目的是 为了对抗这个当时共产党提创提出的 唯物主义的那种哲学理论的 他们就是反对当时大学里啊 科学界里边啊 盛行的那个科学主义的 陈立夫啊 他自身是一个自然科学训练出身的 据称啊 是受到过西方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的影响的 而且都是最新的那种派别的影响的 比如像什么伯格森的那种的啊 但是啊 还是很多的学生把这书就视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传 直接拒绝 我不读 王格武倒是觉得啊 那个创造进化论的观点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啊 他也没 好好的去了解这两本书 绝大多数的论点到底是什么 因为老师也不讲 也没怎么好好的讲 他跟三民主义这本书到底有什么关联 只是说呢 这两本书都是被共产党批判的 蒋介石的那本中国之命运啊 主要讲的就是民族复兴 帮助这个解知一下啊 政府还有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呀 还有一个我们跟苏联美国之间的这个复杂关系是什么呀 另外呢就是战后啊 看那时候看看是还没结束呢嘛 战后我们怎么寻求这个美国的援助来对抗共产党的 三民主义啊 这课程告一段落以后呢 其实是糊里糊涂的 大家都及格了 王公发现这一年来读的这个孙中山的什么这些言论呢 还有啊就是同学们之间切磋的时候讨论啊 其实反而让他觉得呢 比读这本书获益要良多的多 同学啊之间真的是毫不悔言 各种自己心中的疑问啊 那时候的那种 我真的其实好多人回忆啊 或者感慨啊 国民政府那时候的 风气 学术风气 还有学者 学子们的那种 有为国为民的那种抱负啊 那种环境还真的是挺好的 就是大声的就质疑啊 或者是讨论啊 派别之间啊 你想那个在那哪儿 从上下铺直接打到下铺来了 我跟你拼了 就是因为论点不一样 读这个三民主义啊 确实奇妙的领着王耕武 走出了向来都是那种 纯人文的那个圈子 让他也认识到 政治哲学和社会科学的 一个元素或者影响力 尽管啊 当然影响的范围 还是相当有限的 课堂上当然也没有 给什么严谨的定义啊 也没有说你们在课堂上 好好讨论一下吧 再加上他周围的那些 同学或者他的好友吧 并没有发生特别激烈的辩论 所以也没有什么 启发人心的这种 所得 总之吧 他其实没有真正的领悟到 他面对的是一个 不同的知识领域的 很多人的不同的心智 不过啊 这些读物确实 这些读物确实 为他后来引荐 日后接触到的社会科学领域 让他起到了一个奠定的基础 过去啊 他在医保成长的时候是听到过一些概念的 但是啊也没好好地寻思过是什么意思 三民主义课确实让他重新的审视到或者是想到这些概念 也不管说啊 英国人啊日本人啊 都不希望你们了解中国呀 不许讲啊 但是他对祖国的认识 几乎确实都是来自自己的父母亲 而尤其这个父亲呢 让他念经典啊什么的啊 应该说啊 这个他在这儿大医学的这一年 一年半一点啊 就两个月 一年两个月 给他教的很多新的这种词汇啊 一扎根在他的脑海里了 等他回到马来亚的时候 这些词真的是不请自来 就反复出现 尤其是各种的那种环境变化中啊 当你突然发现 哟 你已经置身在这个新词汇描述的东西里边了 那你能很多的 你对这些概念的质疑呀 或者别人提出的诠释啊 你开始慢慢理解 而且惊讶的发现啊 最初那些概念 想读懂孙中山啊 读懂 但是现在好像明白了 你比如说革命 诶 他就想了 这就跟那个革命 孙中山就说了 改革天命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什么呀 在民族国家里当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权力 权力是指什么 权力是指为何其他权力 比个人权力更重要呢 诶 这跟西方不一样对不对 西方是个人主义权力 要比任何的权力都重要 那在这个自由上呢 就是为何可以说中国人已经拥有自由了呢 诶 这个啊 嗯 这不知道为什么 大概是不好管吧 都散沙一盘啊 所以孙中山对这个说中国人太自由了 还一个就是平等 诶 孙中山觉得呢 平等的口号啊 诶 已经 落实的这个情况 现在是到底我们在中国 有没有平等啊 还有什么什么共和国 就是我们在 现在的这种政治框架下 怎么能实现共和呢 嗯 当然他就说的 那么先独裁 完了再 再允许不同的声音 再有什么的啊 嗯 但是我认为他这个方法 谁拿到那权力都不乐意放 还有一个就是政党 他里边讲的单一的政党 怎么能够代表整个中国呢 诶 这也是后来就不断的引起这个 呃 王公武开始 通过自己切身周围的发生的事啊 也在不断的反思 那么资本主义呢 那就是说资本主义 为何吸引了那么多的中国人 觉得好呢 那社会主义 为什么社会主义 对另外有一波中国人觉得 哎呀 太有吸引力了呢 那 在他思考中 还一个闪现出来的就是马克思主义 他觉得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 其实跟共产主义 还是有什么 有不同的地方呢 反正这些词汇的重要性啊 随着他离开中国越久越远 越与日激增 好 下期接着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售 转发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